最后一个问题 他常常被人欺骗 心存不甘 那是还债吗 应如何面对 别人欺负我 骗我 不是坏死 是好死 要晓得 臣服 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 深深深深深在学习 深深深深深在改固化 你这个不甘心的这个念头 这是属于晨慧的一分 这个毛病稀奇不好啊 怎么样把这个毛病稀奇改掉呢 常常有人欺骗 慢慢说你植物了 毁谤我也好 欺骗我也好 陷害我也好 我都很欢迎 我都愿意接受 没有一点晨慧性 而且还有感恩的想 感什么恩呢 我经过考试了 我这一考试 我这一考试果然没有怨恨了 果然没有报复了 他不来考我 我怎么知道我的功夫 到这个程度 所以一切境界都是成就自己的 都是帮助自己的 这是我们在这个讲习当中常常讲的 善说 你要会说 会说 你成就得快啊 你要不会说 看到瞬间 怎么欢喜 欢喜是烦恼 贪 逆境的就成会 你天天在修什么 天天在修贪质 你要会有成就吗 会学的人呢 天天化解贪嗔痴 减少贪嗔痴 增长皆定会 这就成就 所以逆境好 不是不好 瞬间逆境都是好境界 瞬间里面我们要学不贪 没有贪 逆境里面呢 学不嗔 不贪不吃不吃呢 不吃就在里头 所以这个贪嗔痴三毒 怎么样拔掉呢 就在境界里头 没有这些境界的 这个贪嗔痴三毒 永远拔不掉啊 不是天天念经 念经没用处啊 念佛也没用处啊 一定要在境界里去考验 是不是真的断掉了 真的断掉 你很快乐啊 确确实实很感激这些人 那遇到这些人有困难的时候 决定肯定优先去帮助他 他帮助成就 断烦恼 开智慧 那我们自己 平常念佛 送经 一定要给他们回向 为什么呢 他们帮助我 付出很大的代价 啊 要他 要他 毁谤 啊 这个这个这个 欺骗 啊 陷害 他都要多悟到 我们把功德回向给他呢 让他多悟到的时间 少吃一点苦 时间缩短一点 那我们回报他 这样做才对呀 啊 你要不是这么做的话 你就错了了 而且真修啊 真修是这个修法的 不是说一天念多少 多少生活好 啊 念多少慕经 磕多少个头 那都不是真修啊 啊 真修就是在日常生活 人死当中 啊 就是练心 啊 练为清净心 慈悲心 啊 断一切我 成就一切人 啊 好 现在六点二十一分 我们这些问题 都解答了 啊 羽毛 那 真的 took 雨 就 你